另外呢今天早上有网友发现南京江东门纪念馆内脚印路上的一排铜板方砖突然翘了起来 不少游人在游玩的时候都差点被绊倒了 来看视频 网友反映 他们去走脚印路时发现连这里的路都翘起来了 很容易绊倒行人 历史证人的脚印铜板路在2002年铺设完成 由222块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重要证人的脚印铜板 以及178块光铜板相间铺设而成 大家怀疑很可能是最近气候温差改变太大 铜板热胀冷缩 彼此拉扯时发生膨胀或开裂 希望有关部门重视一下 尽早修复 网友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纪念馆的管理 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呢 他们将马上派人去查看 并对翘起的地方会设立警示标志